我想今天就是 我們這邊就是 時間有限 我們在概括個10到15分鐘 Sprint一下 之後再開始進入訪念品 首先請看今天 在這裡開始 對這裡開始 我們這個加天使媒合平台 我們是一個健康照顧平台 我們擔心什麼 最主要是產業關鍵問題就是 全球照顧人力大缺口 好 這個Sprint是很重要的 這是我們公司的願景 我們知道痛點跟獲益 痛點來說 我們公司願景就是在宅老化 居家在宅老化 這個痛點人口老化 台灣每年增加3萬4萬人口 它會造成家庭結構 這個產業很糟糕的是 它還會有嚴重的 揚賴外籍 目前台灣有24萬的居家外勞 那流失轉業 就是這些專業人才一直在流失 那我們這邊抓到數據 照顧服務員過去培育了14萬 國家培育了14萬 大概只有3萬上限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有個機會 有這11萬受過訓練的 專業人員怎麼拿來用 另外還有護理師執照 也有12萬張流失 另外一個就是傳統 仲介的資訊主 每一個阻礙 就是說它是沒有彈性 沒有保障 我們這種資訊 就要來克服這些問題 我們後裔這邊包括就是 如何延緩老人家進入機構 另外善用停機資源 我們其實是個共享品牌 停機資源就是剛剛前面的23萬 這些證照怎麼拿來用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概念 叫做Sold Act的概念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 大家就是第一個 就是學習成長 一個包高峰 第二個就是事業 但是大概60歲就退休了 台灣平均60歲退休了 現在大概還可以好好的活 大概20-30年 那怎麼把這段時間 做有更有效的配用 它體力不夠 但是透過我們這個平台來兼職 它可以用比較少的時間 可以提供一些 texable又價值的服務 解決社會問題 那我們另外 因為它是資訊平台 所以我們提供的 短期電視獲學的服務 然後這個平台 我們最短3小時的媒合方式 那表示一般仲介人力 傳統公司根本沒辦法做 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個 這個是我們台灣自費市場的規模 這個是基本數字 就是說因為一般現在講 台灣長照 它有長照政府補助的項目 那為什麼我們自費市場還有空間 我這邊抓了三個大象 第一個大象 我們從衛福部這邊長照缺口 這邊很保守的是抓2016年的數字 17萬人 如果每個人人年是6萬塊錢的話 我們大概抓1百億 那勞動部這邊在居家外勞 這邊是定義24萬的居家外勞 那它要傳息 它每年我們抓20天的傳息需求 大概這個也差不多了1百億市場 那另外第三個就是醫院看護 因為看護數字 就是我們在2017年得到健保署的數據是660億 我們這邊抓短期需求 就短期需求 因為這資訊台的強點 大概占15%也是抓1百億 頭頭300億的概念 好 我們往下看 那我們的特色 這個媒合平台它的特色就是 其實我畫中間框框是它的特色 就是先對話再附 而且它的重點是 這個對話以Calculator 是CG 是Calculator 它的特色它是沒有機會承認 它不必設Time Table 它不要預設 我們直接譬如說 設好了它要在信義區服務 信義區的單子我們就推過給它 看了再看時間 OK 它才去接待 才去聊聊 所以這種架構它完全不必準備Time Table 完全只要是送我們平台收益訊 Qualify 之後 它就可以 有點像呼叫小房 對 就是比較自由度高的平台 自由度非常高 對 所以跟你們也不是互用關係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盡量把它避開 其實我們一開始就避開 讓它完全是free 包括定價 它也可以 我們有個reference price 它可以定5%到價100% 所以它沒想要收費 甚至20小時的費用都可以自己決定 如果它加入別的平台也不禁止 對 不禁止 不能禁止 那就很像付出送的狀態 對 OK 其實現在所有的平台 對這些服務方 對這些服務方都沒有好有問題 不需要 我們現在完全用平台的吸引力黏黏度 去讓它可以 對 就是兩邊的網路效應 當然就是純靠這個 對 對 那這就是一般講的 2-sided marketplace這兩端 那我們這平台比較有特色的話 在市場也有特色的就是 資訊以來我們盡量做它的特色就是 客戶它可以看到 按家就是個案的生理心理環境未管入的狀況 才能決定他們能解 那客戶它可以看到 就是服務方 我們有證照健檢良名證身份證 還有平和紀錄 我們平和紀錄還有 有四個心理面向 對 那因為我們在2017年 我們公司剛成立的時候 我們有做過市場調查 我們在問客戶 你最需要照顧服務員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第一名是 是同理心 第二個是溝通能力 第三個才是技術 所以我們一直就是秉持熱的 上我們平台的人 他要用APP 他的自然 他的溝通力要夠強 他才有辦法跟客戶對接 你說即使這個是打字還是講話 打字 打字 他只要留個電話 我打給他就一樣 因為這有兩個方式 其實我們現在會在傳訊息 可以傳圖片 傳語音 傳文字 那其實我們跟服務員 其實這也是教育服務員 那用意為什麼要頂出 過往的打電話 原因是因為口說五平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是利用文字訊息 那我們也跟他講 我們客戶可以追蹤 就留下一個記錄 對沒錯 所以這是我們利用的方式 那他要傳語音也可以 如果他總用那就傳語音 然後有些人說30秒語音 那讓客戶不要聽太長 然後傳個一分鐘之後 客戶也沒安心 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我們客戶也會去 在他們接到過程中 翻查他們的現狀況 這樣子 OK 所以我先確認一下 就是說這樣子的分話紀錄 當然你們跟這兩方 都未來隨時都可以看得到 對 這三方隨時都可以看得到 這種白紙黑字流傳證據 對 然後可以保護雙方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我們嘉堅史 刻意與志工做的比較 對 因為我們牽入這一塊 它最下面是傳統的配置造成員 我們先從給方的心態 志工通常都是同理性 宗教之類的 而且3D不錯 這3D我刻意講的 都能夠理解 對 對 就類似工業上的3R 對 對 我常常講3D的話 再開始人家聽不懂 你都知道 OK 那可是嘉堅史 你想要是它是同理性 而且是探索自己 對 當然我這邊刻意當調 最主要就是 非常鼓勵前面講的 那23萬張證照 對 就是說 假如是為了生活所依賴做人 要做滿一個月做18 1880個小時 240個小時 對 或許不適合我們這裡 因為一每一合 客戶不見得會選你 嗯 那所以說我們會希望 盡量吸收的是這種 反而是這種 比較有理想的 然後他可能是 就是說 他不是為生活所依賴 來做這件事情 嗯 那 趙子元 派遣的 他就是買賣性 嗯 所以相對的在精神上面 志工是利他 我們嘉堅史 是利他利己 Taxable Income 尤其這種 對Solar Act 對那些 第一是 是在退休的那些人最好 嗯 我覺得他自己也要很好 也有 而且也有 而且多少有一點銀行 當然我們一般鼓勵 你在這平台做40個小時 大概一個月就接近一萬塊 這個給孫子都還好 嗯 OK 那溝通力自然 志工溝通力當然高 家天使溝通力 高的溝通力 主動性 那反而派遣服務員 一般在體制下面 通常他是不鼓勵做這件事 直接溝通有別人做 對 我們這邊平台上溝通力高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這邊採用 服務員主動回應的方式 傳統的模式都可能用選單字 因為國外的可能都是 很多年前都是用選單字 但我們這邊是 扣充需求後 由服務員主動去回應 所以這樣的 短期有好處是服務員 願意去溝通 而且還是主動積極人 可以得到好的結果 這個也就提前面在講的 承攬故事 其實我們目前平台 盡量客戶不去touch這塊 每個過程都不去touch 盡量讓他們自己做 除非有發生問題 我們的客戶 飛線很進行的OK 再來就是 以技術品質 當然從志工的角度 3D他不做 就難要求 受方的感受 在這邊就很重要 受方感受 志工說實在 他的專業是比較低的 因為他要用感激的心態 但是假如加天使 這是互惠 雙方都說謝謝 我還是有付錢 雙方互惠 可是派遣 派遣這邊雖然專業高 可是他就是買賣的關係 那我們從滿意度來看 當然 志工很難要求 那派遣員 派遣服務員 說實在 我沒有直接跟你溝通 得到的服務 其實也不是那麼好要求 就是比較難 不是說沒有 對 那我們來看我們營運成果 其實這個 我們對市場的價值 這個有點 這個參考就好 我想最重要的強調 就是 我們是自由市場精神 我們滿足人性需求 雙方有彈性 我們信心可以自主調整 收費 然後我們是吸引3D的服務人員 這也不是每個人想來的 都合適 照顧真的是需要大愛的事情 要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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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來就是我們個案分析 這個是基本的了解一下 大概有六成都是子女幫父母 大概從60歲到90歲是我們重要的個案 這個佔了75% 然後我們的課程 大概課程就是一般會講子女 下方的 用操作那個APP的 大概是從25歲到55歲是佔了75% 然後男性女性的差別就是一比二 這個也反映實際的狀況 當然 那我們客戶買入我們的做調查 這很好玩 這個是個單選題 你跟維加電視場方面做得最好 我們客戶實際接受服務回饋回來的 佔了我們接近五成 一致的都認為我們的服務人員的品質好 這就表示我們這平台有驗證出我們的Quality 可以驗證出來 OK 好 那這個後面這個是我們的營運時機 這個只是參考資料 就是說 從這個縣圖從零開始 我們從2018年的5月開始 這是一路一直往上 營業一直往上 這個 那目前累計的服務時數有11萬小時 累計的客戶數 這個是帳號數 不是十幾號的 有15000個帳號 但是它的TA非常 narrow 非常精準 然後我們的累計上平台的服務員有15000個 1500個 1500個 那這1500個是什麼樣的 是我們有一個的面試 然後它必須得到國家的證明 循環訓練 至少90小時或單一證明 然後經過我們面試才上得來 那我們營運策略來說 就是專注自費市場 那就是短期獲竊的需求 那品質策略我們有雙重把關 我們雙重把關就是這個平台本來就有這個強項 除了剛剛講的面談跟證照之外 我們可以提供點數 我們特別提供點數 鼓勵客戶幫我們服務員評分 那這個點數它後面可以用在服務上面 這個效果很好 那我們支持策略 我們公司的策略就是支持照顧服務員 我們提供最優渠的分論 優渠的分論怎麼提供 我們設定的資訊平台的分論之外 我們告訴它 你大概做到40個小時以上 我們就不跟你分 因為我們希望這些 沒有目標是鼓勵這些照顧服務員去服務 那如果傳統過程就是用處罰 你不接我就罰你 或者是用強迫的 但是我們希望這樣子 就會讓它心態改變 所以我們用鼓勵個置頂上線 抽成 你到這個超過這小時數 你就不再抽成了 那你就 你就可以開心的做 那它也付出了 它付出多少 那就拿到多少這樣子 這是我們希望去改變 目前這社會上 對這市場上的收費方式的定義 那如果它評價差 或者是說它實際上就 好像一般跑掉了 或什麼之類的 那你們這邊是怎麼處理的 今天我們要講 基本上我們會去 第一個要先了解 評價差後面的原因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客戶會 有時候是兩邊都互相比較差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溝通 照顧程序中最常發現 最常發生就是溝通 會從事照顧服務的人 通常都不會從壞行 因為他要賺錢 絕對不會來自這個 所以他們通常很多都是因為溝通 因為每個人都要專業 重點是專業 因為有時候家屬覺得 你就應該做這個 可是對他來說 他受到不服務的訓練 他期望其實 應該受專業的概念 就是怎麼做的 就會變成說 這兩個觀念會 會有衝突 其實很多 我們後來發現很多的一些 客戶其實就是溝通 然後照客服進去協助 讓兩邊了解 各方立場以後 其實全部都可以互相理解 對 OK 這樣我大概了解 就是說你還是以福道為主 對 這並不是說好像是指揮監督的狀況 說你一定要去配合客戶 客戶最大小 不行 我們反而會去幫他打課 像說很多 像清潔大嫂 對 或者是其實行情路心療 你們都直接把 理解理解理解 對 那這種支持策略 包括我們未來 藥骨頭面 黏住這些照顧服務員 我們後面還有一些 包括一些 一些橫向的一些 價值服務相當 看到跟客戶收聽 那這部分 我們都會 跟我們照顧員做分分 這個概念就是 長期來說 由我們現在來說 一千五百個 其實我們一開始 我們的夢想 至少這個平台 沒有一萬個服務員 不是真正的平台 我想這個是我們目標 就是這樣子 那擴充策略就是 另外就是 除了全招模式 還有一些智慧聚焦 我們會在今年 三月的智慧城市 開始跟合作廠商 開始會加進去 對 好 那最後 來一個一個 我們面對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 就今天來跟您 就是聊 最主要是 我們有三個面向 法規阻礙 就是所謂的 自負者平台 法規阻礙自負者 那在這裡頭 我們的長扶法 我們進入這個領域 它其實是 很多人就是 用長扶法來納管我們 那這樣子 長扶法又定義 你必須是 創造機構 才符合 那社會局 有來關切兩年了 我們每年都賠錢 關切兩年就是 強制要求 申請區域性的 創造機構身份 我們這是做全開的 我們今天這個平台 它要我們去做一個 台北市做一個 新北市做一個 高雄市做一個 那 不做 那邊就不能做 那個市場就不能做 那這種東西 它另外一個意義 是要去納管自負者 那是所謂的 納管自負者 就是傳統的組織裡面 我們現在是 要切入這塊蠻困難的 我們看它申請表單 跟平台合約 我們用的平台合約 跟它用的這種 機構合約的格式架構 完全 我們送上去平台合約 他們就拿回來 他看不懂 他只能看傳統的機構合約 那這部分 我們大概是走不下去 那現在我們每年都會被處分 就是說我們是非長照機構 但是只行長照廣告 好 縱使我們律師告訴我們 在所有的界面都說 本公司非長照機構 非執行長照業務 但是還一直 一直用這個來打交 那第二個 我們承犯雇猶關係真正 這個我們很擔心 但是目前比我們的 因為 因為11月份 假如有那個 同學性檢驗 對 對 但是11月份 約16號的上升 對 我們大概檢驗 有真的有勾勾勾 然後有一家那個 Deliveroo Deliveroo OK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都點這樣 對 對 那我們是蠻有把握 對 你們的分數大概不會比Deliveroo高 在這一個前額表上 這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分數月高 表示約是指揮監督 對 沒錯 我們這部分還蠻有把握 只是怕的就是 因為聽說行政院即將 對我勾勾自顧者權益這塊 我們不曉得會被影響到多大 嗯 這個應該跟你們不是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不是那種一件事情 OK 那就 好 那第二個 上一代推動的自顧者保險 這個是我們現在 說實在 我們從開始 我們想做 但是我們 剛剛去年我們就談 現在至少有七八家 七八家 至少有七八家的保險公司 沒有辦法這樣個別談 在這裡頭 保險規劃對策 我們事實上有參加共享協會 給我們短、中、長期的概念 就是 短期先談商業保險 中期是用共同機器的概念 長期用到保護類似的概念 那我們想 現在正在督促 產選公會對策 短期有共識來發展 碎片式的 所以這種Lonning demand 就是說 我有服務還有意外嫌 我在家裡不要衣 這個衣 就是不相干 對 那可是剛好在昨天 台北市 才通過外送平台的自治條例 對 就只有這一項 對呀我知道 我知道這個條例 對 那我們其實很擔心 因為這個會 再燒到我們這次的頁 可是你們不算外送平台 對 但是 但是這個 其實我們很關心 這你們擔心的是說 每一個地方 生存在挑戰都不一樣 你們的法則成本會提高 對 而且你們事實上有快去服務 對 你能快去服務的時候 它的適用當然是屬優 從這個用的人來講 對 可是這個時候 如果一勞減的話 你是屬裂 就是對你比較不利的成本 你要付到 對 主要問題是這樣 好 那第三個我們往下看 就是長照機構的優勢 對 因為我們是自費市場 那長照客戶的權益 它是致負額最高的 以下16% 對 那長照服務的缺口 現在來說 我們來舉例好了 現在長照單位 它因為它有雇用關係 對 它不提供夜間或家裡的服務 對 它不提供的 好 那像這種東西 就是我們這種業者去服務 當然 但是我們業者就補了這個工作 為什麼它那邊可以 它的客戶可以得到補助 為什麼我的客戶得不到補助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邏輯 這個市場 剛剛講 這有三百億的市場 對 政府要看 你的主張是說 就是對服務幾乎 對 沒錯 對機構 對對對 你沒有服務 然後你逼著長照機構沒有彈性 其實我們這個彈性 資訊原來它很好 白紙黑 這什麼東西都存在共同 清清楚楚 要trace很容易trace 不會有作假的資訊 可是就是沒有照顧到這個 這塊 假如我任何時候 資訊原來要被照顧到的時候 我們隨時的資訊可以提供 那政府假如不看這一塊 它如何去推動在宅安 在宅安 我們現在業務是一直在整 可以想見 需求是不會殺的 對 因為其實像現在有運用的政府 像我們客戶還滿多 就是政府公費 申請後 其實它會 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政府公費 因為它現在按照項目 然後他們有接了很多 所以通常來會只來 一到三個小時 那民眾上班是 八個小時 至少八個小時 那五個小時 誰來照顧 所以變成說 很多民眾都不得 教授 就得用你的服務 對 可是其實對它而言 它都是希望總會得到照顧 那 同樣這個服務屬性 那為什麼 其實只有所謂的公費 能夠到補助 而自費沒有得到至少一部分的補助 從客戶的角度看 應該叫做 家屬的權益 對 就是家屬權益 應該說民眾的這些權益其實是 因為現在政府 尤其是長照支付 其實很低 因為政府做了84% 它用這種 它用這種理念來去投射在我們的自費長 這個我有聽懂 對 所以大家對於市市場行情 或市場常規 會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這其實就有點公共化成公共化的 兒園那種味道 所以說 大家就會覺得 那我的合理負擔是如何 對 所以確實是有這個狀態 不過你講 這都是寫在法律裡的 這好像沒有辦法調實行細則 然後 技嘉表糾結的這件事 那一定要去立法院 對 對 那你們有 就是 比較為你們倡議的立法委員嗎 我覺得可以直接講 對 我們沒有說 OK 但是因為我們 說實在的 我們自己知道 就是 也就是這個機會 都很高不高 其實我們知道 這個平台 我們現在很小 對 我們可能在 再過幾倍大 自然那個聲音聲量就出來了 但是這個小平台 我們已經驗證到 它是workable 而且是非常有價值的 對 現在就怕就是 當中還有一些三四倍 對 對 沒有問題 你剛剛講的協會是 那個協助共享經濟協會 對 所以他們 他們當然已經有一些 落地的能力了 對 是 但是它現在 我們是參與 現在是第一個 步驟就是 先處理能夠外送禮台 外送禮台 對 接下來 這個什麼 共用電動畫蛋 對 對 對 可是 事實上因為我們發現說 我們的共享 雖然我們也是在共享結合 但是我們共享的經濟的重要度 對我們社會的重要度 說不定也不比他們 雖然他們很大 但是不比他們低 因為這個 重點這邊的人是非常缺的 是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是來 真的是解決社會問題 就是說 因為 我這邊有抓到一個概念 可以分享 就是 我們跟Google的差異 對 我們跟Google 全球Google是 其實很多地方是被追著打 我們不是 為什麼不是 我們有個基本概念 共享平台 它有三個基本要素 第一個就是 這個市場需求很大 都有 第二個 要有一群 可以做的人 都有 我是第三個 這群做的人是喜缺的 很多人不願意去做 大部分人不願意去做的 我們有 Google沒有 Google跟外送平台 其實我們跟他們 其實是不同 有一點不同 留在第三點 對 我們要很精緻的 把這群人照好 照顧好他們 讓他們翻過來 做自主力力的工作 甚至說 外送員說實在的 就不足足我就去做 那是可以 常常被公平是這個 那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司機 其實他本來就會開車 然後私家司機 所以說在這種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是真正可以解決什麼的問題 那在市場上 現在政府常常 他最推的就是 他說好 你這常照單位 你去培養 尤其是B級的單位 你去培養照服員 你有照服員 然後你去培養這些照服員 也去兼自費嘛 那不就剛剛我們打研究室了 可是他就沒辦法取代我們了 就是沒辦法 所以這個我有聽懂 沒有聽懂 不過你剛剛那個說詞 是非常好的 就是其實像 步驟小黃跟民族比較像 因為他其實完全還是 你先跟司機彼此之間 每合玩 而且你看得到哪些司機嘛 然後再集中跳一位 你覺得可信任 那每個人信任的其實是不同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步驟小黃可以主張說 我對司機毫無指揮監督 因為到最後是我的想要搭車的人挑 那而且他也可以說 那我自己去培養 尤其培養大概 培養計程車大概也沒有了 但是在很多地方也找得到 那他因為透過就是你可以的外付小費啊 等等這些方式去吸引 平常不會投入培養運輸的 跳表和計程車 讓他願意特別來 符合培養的最選的需求等等 所以我的意思 為什麼我剛剛舉delivery 跟步驟小黃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用的說詞 跟你們是特別像的 對 那也是你們這個市場 然後比較說 因為優裝部來過三次 優裝部的說詞 就跟你們不一樣 就是偏向好像自動媒合的那一邊 對 就比較不是就是 就按家來挑 對 比較是說 我先付錢 然後他信任這個媒合能力啊 等等等等 就是他們的私委 我們是不一樣的 對 好 那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我會覺得說 你們在正好 就是護用關係的這些部分 應該是正在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 對 那所以 因為這個從屬性判斷檢核票是公開的 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勾一勾 所以我覺得不用太擔心那個 所謂的規則權利的那個部分 反而是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補助的狀態 那個才是比較大的問題 對 對 因為這種邏輯 我們發現 我們現在好像有辦法解決社會問題 但是其實我們自己是覺得 長照的這些錢 其實不一定都花在刀口上 對 那我們的客戶說實在 會來找我們 我自己也接過幾個客服電話 下班時間 有時候能接得到 我就發現這些客戶 其實都是來求我們的 對 我會聽懂 就是他 會打電話進來 就是他不會操作 我會聽懂 那他就是需要 就緊急的就需要 那這種東西 所以我這邊有利 我覺得長照現在是根本沒有 長期再這樣走下去 他還是解決不了 對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以現在來說 你政府 每年大概培育 接近一萬個 可是我自己去上過課 我知道 出來的 我也超過兩成到三成 這兩成多 大部分的人都是 受訓之後流失掉 因為他光 entry那個動作就很難 他WAPCAP考慮 就是說 我還有我的正職啊 但是他可以兼職啊 他可以幫忙 補很多這種空檔 我常常舉例就是說 你們接上服務員好 那我這個平台好像是 把地上頭盤撿起來 因為我們有很多 扣稅時間嘛 那我的平台客戶 很多就需要那些時間 你剛好看到 你當然後你可以服務 就真的解決台灣的社會 然後或者是 尤其是我在講 那Serve Act那一塊 要比較鼓勵 現在台灣我們有接觸好多學校 就是說他要成立這個 老夫系 鼓勵這些學生啊 來做這個事情 怎麼玩笑 誰會鼓勵自己的女兒 來做這個事情才有鬼 那我是說 最好是找那種Serve Act 就是他退休 可是退休沒income的時候 他不敢花錢 假如他做一點 一個禮拜做十個小時就好了 我想這個趙索原社會 第一回這件事 也是一個結構性的 就是說 之前像 之前的那位 可能是副市長 林穎 林穎 他自己投入很多時間 在這個上面 事實上他現在跑到第一線去了 對 那他的工作一直都是在說服家長說 小孩來這邊不但有國際關 去等交換 未來可以自己開機構 或怎麼之類的 他變成一個類似創業學程 這樣子一個方式在包裝 我是覺得台灣這邊 對 本來就對 我就 現在真的比較不自顧 我覺得部分時間工作 這件事情其實是 最 文化上面最不接受的 我們整個OEGD國家 就是 你去看全時工作 vs部分時間工作的比例 大概都是在這樣子 那台灣是這樣子 對 所以才會有那個所謂的什麼 台灣公式全球排名前期 那就是因為 他是把這兩個加起來 就台灣的全時工作者的公式 並沒有比別人多 但是因為台灣幾乎都是全時工作 對 對 那我覺得就是文化上面 我們會有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名詞 覺得說好像 零工啊 或者是什麼之類 去 把這種所謂自顧 或者是自由時間工作者 去把它 有點無影化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家長大概就 不會願意 小孩投入這樣子的工作 那就會你說的 Third Act變成主要的 其實 對 對 那些 因為我們要先講一下 因為我們後來 就是我們 平台上服務的 反而有年輕人 是 他反而是因為 沒辦法投入目前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 去做的機構 去做的造福 對 他們就反而受不了 因為造福員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後 運氣好 通常要四個小時 因為你要交通 投球賽 對 沒有多少人都受得了 那 就是說剛剛講的 受得了可能五分之一 另外五分之四的 對 其實我們很多像我們最年輕的人 最近有二十三歲的 然後也有二十幾歲的 還蠻多的 那我們年紀最大的是七十五歲 是嗎 對 其實一個在台中的一個伯伯 他是很合理 他是 他是那個 世關廢武 然後世關廢武後 他就想 年輕力重 輪媒是靈州 所以他去考造福員 然後考完造福員的話 他說 他說 他去做那個機構 就做了受療 因為他 他考的時候他已經六十歲了 對 所以他就 很後來就是 他自己去做居服 居服 他做到大概七十 他加入我們已經有兩名人 這樣七十三歲 那我還不行了 那可是他又是 兩個人有收入 所以他就加入我們 然後 他的好處他真的很特別 因為他會講廣東話 會講四川話 所以台中那邊什麼 將軍那個 就 可是 就客戶給他明天就很特別 客戶給他明天就說 因為我們有溝通 像客戶能量就很高 可是你叫他技術 所以他技術 真的就是 不行 對 可是 所以他覺得 會有價值 有特色 可以在平台上去展現出來 所以這個 反過來講 其實他地位是提升的 客戶去找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想要找到這個 人可以溝通的 所以變成 有的客戶會 因為我們現在有所謂的殖民 就是 我希望你有他來幫我照顧 變成他反而是有成就感 因為他過往是在 政府居家單位做 基本上是說 一家做完一家 這家做得再好 他也不會幫你 他也不知道你是誰 然後也不會幫你傳到下一家去 所以 反而變成我們在這邊 他在我們這邊是 他的評價好的時候 他其實 客戶給他評價回饋 他可以持續的提升自己 所以這個是一個 其實我們平台上很多 就是六十幾歲 六七十幾歲的 阿公阿嬤 可是他們一樣 他不是說是你不好 他們一樣可以提供服務 那可是他在我們地方 當然可能做像年輕腳 做可能一百小時 一百二十小時 沒有 可是他只要分析一點時間 然後 回饋 就是這樣 像他們有一個住新竹的 他是全台灣的 單子 他都圓圓街 這也特別 這個北北 住新竹 然後我們曾經因為 這樣子去跟他的女兒 聊天 他說 你爸爸也太辛苦了 學台灣的比較多 他部分時間 他要跑到台東 這個很難想像 可是他就說 他爸爸 就是退休以後 就是已經在你家裡 閒了兩年 沒有事情做 對 他那時候 他最近很開心 他這種 連服務三小時 他就從新竹開個車道 高雄 然後再兩回來了 好喔 所以我們就是 因為跟他家屬也溝通過 他女兒也是這樣回家 那我們覺得說 他找到他人真的這樣 他有覺得 他要去服務 他只是不划算 周老實在這邊就覺得 你這樣流錢不划算 對啊 你流錢就扣完了 可是他覺得他就反而變 所以他 以前他也有做自根 可是他就發現說 做自根的心態 跟他現在做起來 好像不一樣 就像老闆說的 這是真的是完全的 賣個算 對 賣個算 對 所以就是退這樣的差別 這個蠻厲害的 是真的 我本來對英語 日語的人都還不少 還有 曾經有一個是 那個獅子會會長 對 各種人的 而且現在數字 我們覺得是 有開始在提到 比較近期了 對 其實我自己也有接過單 對 他被我逼著去接單 哈哈 因為我自己從沒出來 我自己本來是 來學士畢業以後 然後沒有去當醫生 去當醫生 然後覺得說 看到其實就是 台灣有很好的醫療 但是台灣對照顧的觀念 其實是很薄弱的 對 所以決定投入 那 因為我 因為麥克本來 不是 他真的不是這樣 這樣產業出來的 所以當然希望他自己 持續做過 你才知道說 人家在辛苦什麼 對啊 而且做不只一次 我蠻不錯的 全方位 包含接客服電話 跟自己去服務 一定要 有這個體認真的 對 而且我 因為我的年齡也差不多 所以我在鼓勵我的朋友 就是說 你差不多退休 當然不缺錢沒關係 可是我做這個 我就受訓 我才知道 如何保護我自己 我會照顧別人 我更會照顧自己 不要抽煙 不要喝酒 不能吃的東西 不能吃 因為我們 在實習的時候 看到那些躺在床上的 比我還年輕的 都會怕癌 嗯 嗯 我覺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對 之前有一個日本的 就是在做那個 也是類似的想法 但是它是個別化教育吧 所以不是同一塊 但它的那個公司名字很好玩 它就叫利他利己 就是利他利己 對 對 他在日本蠻有名的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如果完全沒有利己 就是完全只是大礙奉獻 等等 它當然一時也許可以 對 但是它裡面反而就是 你剛剛講自己精進的 這個部分 那就是很需要 很有自己 驅塞自己能力的人 才做得到 對 但是裡面有一些利己的部分 反而你就覺得說 雙方是公平的 對 那自然就會自己願意 精進自己的能力 對 這就是我們平台很重要的理念 其實我們自己是 我們自己照顧福利人為核心 來去創造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們有做了很多 去照顧照顧服務員的事情 那就希望他們 因為真的希望他們 把他的照顧好 然後他們才能把 跟主要老子 跟外面差那麼多 就是外面很多的單位是把 說我要把客戶照顧好 是對我們裡面 我們裡面是 先把照顧服務員照顧好 照顧服務員這些人 有裡面的有命中 才會去把好的照顧帶出去 對 所以我們是換種方式來做 那這樣的 就變成說 這些人是真的需要一些幫助 需要大家去認同他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需要 不是慈善 不是營利 對 對 另外我們公司還要成立一個 這個東西 顧免私利 就是照顧服務的成長促進 其實我們目的就是說 要從各種不同的方式 要幫照顧服務員 把他的社會提升起來 對 這個核心我們才有機會 我們有個目標 至少這樣子的平台 在台灣 台灣這個市場 沒有一萬個照顧服務員 沒有那個規模 就算是一個平台 對 OK 這個是相對新的齁 就是這個協會 對我現在還沒有看到 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課程全部都是 針對我們 這個平台上的照顧服務員 來去辦 因為這個也是我們 尤其是政府法規說 我們要申請相關的補助 必須要有 承諾法 對 我明顯我同意 所以老實 對我們 這是一個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公司 就可以自己來做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用社會老闆來 民意 然後來生理補助 現在都還有 社會法人控公司的狀態 台灣非常多的組織 其實他的組織 除了教育訓練 應該是包括 我們本來也是在想 包括必要的時候 防照部部份 保險 法務部份 因為他們都是相對弱勢的 一則是從公司的角度 比較難做到NPO的東西 可是有的時候 或許是從其他角度 用協會的力量 可以募到團 幫忙另外這一塊 這也說不定 我後面有很想 就是說 這個協會是 跟公司 基本上它是 就是你是兩個的 就是董事長 理事長 對 但是這兩個中間 有什麼契約關係 或者有什麼控股 或者什麼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就很安靜的 就是 可是現在說 現在是公司 在養這個協會 是啊 我們用自己的員工 去做 比較純摩CSR 那樣子的做法 對 OK 對 因為我有看到 因為最近我們都在處理 那個照顧勞動的合作社 就是勞活社的狀態 那勞活社也很有意思 因為勞活社理論上 它就是剛才講的 不是慈善 不是盈利 而是服務的這個概念 但是當然裡面也有 就是偏向盈利的那邊 就是實務上看起來 就跟員工沒有什麼兩樣 對 那跟就是偏向大家自治 就是都是比較弱勢的工作者合作 然後裡面這個共同治理變得特別重要 那所以反而是協會來控公司 那種感覺的合作者 等於兩個光譜的各端 我們大概都有碰過 都有處理過 那只是說我們就發現說 對設政衛生主管機關來講 真的他們比較 你反而越偏兩端 他們越知道怎麼處理 對對對 因為他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盈利 非盈利 兩個變軌 那反而像你們這種 或者是大部分的勞活社 他剛好在中間的 他完全不知道怎麼歸雷 確實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說這個定義就很奇妙 我就說我們是不是社會企業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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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明確的使命 你要算是處理強勵 對 所以這個 真的是 這也是 這也是 我們也遇到困擾 就是政府在看我們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有個歸類 繼而歸類一方身上 對 可是就我們剛剛職課程 有個很重要的時候 發現說其實 雖然有75%在65歲以上 但是還有25%的民眾 不是65歲以上 嗯 但那種民用的也是 其實我要政治 政府也不care 他們誰來照顧他們 對 他們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年紀 他們也不知道說 什麼叫做好的照顧 所以我們有產孕婦的 造幼兒的 可都是因為他們的生命住院 他們找 想要找到好的照顧品質 可他又不符合目前長照的 那也不符合身心障礙 就變成說 就能找到你們 這可能 對 你們這邊 當然 就是我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是 因為我們在這個產業 就開始把這市場 劃分得比較清楚 第一項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 長照的範圍 對 那第二項 這個是講的 居家外行 那第三項 這個其實剛剛小姐有提到 對 第三項就是台灣 特別放出來另外一塊 就是政府可以說不公 叫做醫院看護 現在還有公聘 就是有很多性感 對 可是那一塊是政府不管的 那一塊先把他放作 政府沒有管的 因為那一塊完全是有 所謂的二方 沒 中介二方 中介二方 醫院之間的合約 或者沒合約 他們自己在處理 那個公聘平台也有來找我來 對對 現在也有些朋友想要做這個 公聘 公聘其實 可是 我們在講 公聘 以趙主任 雖然我們之前做過 因為我們公聘已經帶多平台 所以我們做公聘非常快 但是 趙主任講的一件很實際的話 我單 我一個人的時候 我都單已經出問題 我現在變四個人的時候 我的薪水第一個沒變四倍 我保障也沒變四倍 可是我卻要單四倍的責任 不過這邊講的是 他們已經住在醫院的等於同一個樓層 這邊就是隔壁床的這個情況 可是通常一個床 就已經會有廚房 那會出現問題 而且是家屬 家屬也是另外 家屬覺得說 你為什麼先照顧他 我為什麼不先照顧我 很常會發 這個可能比較適合管理問題 就是 我當然知道公聘制度是一個很好的 但是就實務上其實 有很多要突破 這個我們了解 我們了解 這個還是 或許有機會突破 我覺得這個 他們已經有專業的公司出來 所以就去 對 不過我想就是說 如果你們就是社會使命運動模式 都已經這麼清楚 至少一個很具體可以做 就是我們有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平台 你如果找社會創新平台就會找到 那其實就是在上面傳統的就是所謂的社會企業 那也現在包含能夠做社會型態 那也包含我剛剛講的像 協會去控公司的好母人 愛慢點等等 這些都等於是大家共享一個社會創新組織的一個登錄 那所以你在這上面登錄的好處大概兩個 一個是說 就是你的客戶 如果是有就是機構跟你常常做生意 買到一年五百萬 我們出來頒獎 這個算是一個叫做bying power 一個bying power 就一個曝光 那另外一個比較serious的就是說 就是你剛剛講這個切身為名的這個情況 可以比較清楚 就是說如果你們這個模式已經甚至清楚到 你可以寫在公司章程裡面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就是主管機關來講 那你要主張你是社會企業 它總得有就是使命在章程裡面 你的營運有具體的就是公益報告 或者是影響力報告 然後跟你這個中間有一個明確的服務的價碼 你這三個都成立才有社會企業 就是我們叫做這個Mission Market Measurement 三個3M 對那不是那個3M 對那不是那個3M 好 對那在這裡就是一個平台 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像黑暗對話也是公司嘛 對那或者是 就是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比較聽過的這些玩專啊這些 那他們大概的公司形態還是居多 但是也有協會基金會跟甚至現在連大學都有了 對那我一定要說我有登記 結果就轉一轉就轉沒了 太消失了 對就轉 其實我有去登記 我也有嘗試去登記 OK OK 因為登記的窗口 這個1月1號才換人 但是 對那但是無論如何現在 反正我們有工作人員其實就是在這裡 好 對 所以可以再做一次 1月1號換人 對可以再做一次 所以說不定就是交接的時候丟掉了 好 好 現在是變成數位文化協會嗎 對數位文化協會 這個都在你後面 OK 好 明天馬上升級 謝謝 對那這樣的好處至少是說 我們接下來的社創巡迴 或者是社創的一些討論等等 你是可以以登入業者這個身份出來 然後去 不管是剛剛講說請衛服務 或者是請什麼來考慮你們的倡議的時候 至少你會有一個很明確的身份定位 就不會你隨時都要回答說你到底是非引力組織還是引力組織 對 這種時候你就說我是社會創新組織 那我做的是永續發揮目標裡面的健康的部分等等 這個你騙過你知道 對 所以這個我想是第一個立刻就可以做的事情 OK 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講的是 參選公會的那個部分 那參選公會那個部分 我的理解是說 大家現在都還在有點觀望 對因為台北市也並沒有真的完全上路 他預計是2月上路 對但是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實際那個保單 其實還到底長什麼樣子 對 對 像我們去年真的找了實際 沒有人可以開出符合我們的 對 對 對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只有我們一家 至少前面的那個關外送品牌 就是那一波他們要先面對 對 所以我會建議可能我們等個半年 再來再來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大概保險業者也比較算的處以外想 對 那你用那個公式改幾個factor 總比你現在要發明一個新公式 對 反應新公式真的超困難 對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稍微等一下想 是 那接下來大概就是最後的就是 就是那個自付額能不能夠分一些過來 這個其實真的是需要考慮法院 這個大概衛福部你如果去問他 他就說我是執行單位 嗯 因為法有明定 說我這個部分付出這個 那包含裁員等等 那其他部分沒有寫的 那當然排除其他 對 那所以這個通常在衛福部的做法 可能兩回一個是用一個示範案來做 那好比方時間銀行就是這樣子做的 他們在選小區域去做示範嘛 或者所謂什麼雙老家園啊 什麼之類的 那那個示範案如果好 那他就可以去說服他的部長 說這個值得我們願提出一個修法的法案 那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示範案的基礎 或者我們現在俗稱沙河 沙河的基礎 好比方說現在線上遠距心理師 現在是剛開始進入沙河嘛 所以我們run一年來看說 就這樣子的心理治療 到底你耗神療效有沒有可能 或者是這個平台中間治安啊 是不是真的能夠把守的好 那要是能的話 這個就會變成 那心理師的其中一個服務的項目 那要是不好的話 我們再來檢討 再來檢討 所以如果你要行政院來做事 他大概都是 那我們開個室當然 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我覺得很誠實的說 他大概不太可能直接去改 那你如果要就是由上而下的 要行政院做事 那大概就一定要到底法院 那還不是我們這邊可以做什麼 那是沙河這種更衣系列是 這可能光是我們一家是 比較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 對 所以你可能要有個規模 那但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共享電動滑板車 那他們後來就去跟台大合作 那台大整個校題都是他們的 所以自然也沒有什麼 這個在公開道路的那個問題 那所以就是等於是 他們那個沙河非常小 那但是足以去證明給大家看說 那你滑板車跟你搬的自行車 怎麼能夠共用 他那個參數應該要怎麼樣去設定 又或者像說我們五人的自家的公司 公共車嘛 接下來要再新專用到大概四五月吧 就會開始開了 那他也是一開始挑半夜 就是監獄沒開的時候 那他的主張就是我解決這種 反家這個業規則的這個需求 那所以我開的慢也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開的慢比較不會撞到分數 對 那他也可以比較justify說 那他不是一樣很大的巴士 因為你半夜兩點一樣大巴士的 就沒有幾個人嘛 對 那所以我想這些都是 我覺得可能你要跟你 比較熟悉的地方政府 一起你將沙河的案子 這個機率才比較高 那行政院就是說 地方釋出一個案例 然後我們去讓全部參照適用 那但是我想我們行政院 對於地方政府 並沒有這種去處理說 我叫台北市去試無人公車 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對 那所以我想這個可能 就要從地方政府開始 中央的話 大概也就最多能夠做的 就是去沙河那個平台嘛 Zinbox或GTW 他最多就是幫你去說 那地方政府有沒有人有興趣 可是這樣你如果已經有認識的地方政府 你直接去那邊就好 他比較不買 對 對 剛剛有提到 這個是額外 就是其實我們這個平台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因為是自主媒合 所以說假如這個市場 比較偏遠 服務員不會想去 也不會想去 因為交通很遠 那我們就在想 我們的平台 其實它是可以做到純公益的 時間銀行的概念 因為時間銀行 我們講的人實在太多 但是 從我們的角度來說 偏鄉 非常適合我們這種面核模式 因為它沒有什麼機會成合 今天你訂好了 你要服務的地區 假如哪個地方有一張單子 有需求的跑出來 推貨給你 你在看要不要幫 要不要接 那接了 平台就幫你幾點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這個時間銀行的概念就出來了 我們的 目前我們在構思的就是 假如我們要走時間 是往偏鄉走 但是呢 那個trigger point 是一個大問題 到底是一間人怎麼開始 到底是誰要貢獻第一個服務 第一批的服務 這個我們現在是 就是想說 就是說 就是 維恩優勝也算是 我們一般能夠的天才 你幫我們想看看 嗯 要怎麼trigger這個point 不過現在它實務上是 目前有在實驗 對不對 呃 台中 台中 對 那所以 你說trigger point 就是trigger point 已經發生了 它已經沒得了 我忘記一百多案吧 對啊 當然很少吧 但是 就是總是一個開始 可是它要講得通嘛 對 那一百多案子 從我的角度來看 你沒有合理解是說 我自願了 我覺得那不是solution 那不是 對 意思是說它只是至工 然後換一個價格而已 對啊 那種是我們 因為我一直覺得 時間銀行一直帶至工的時候 就 就有點奇怪 對 因為你時間銀行其實 真正的價值不是在至工 真正價值是能夠解決他們 真的更進步的問題 才能夠踩天時間銀行的 真的價值 give and take 你不能 否則就不叫時間銀行了 沒有give and take 其實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你們的意思 就是說 因為實際上意思是 我未來會用得到 對 那你說give and take 可是任何形態的 都是give and take 所以有什麼 就是銀行它只要能夠提款 不就是give and take嗎 對啊 可是現在的point就是 我 因為要全面推廣這個概念 大家都能接受 大家都覺得 欸 統一了 就是說 這個是 譬如說 它這個價值要被定義 就是 一開始 用字 OK 或者說OK 已經有100個 100個案子 100個案子上去 那這100個案子 它怎麼 它其實要衍生的 就等於說 100個人 可能 有100個 假設有100個creditor 對吧 它已經有creditor 那它就等後面的人 進來幫它服務 那就可以pay 嗯 那 這個 比較沒有吸引力 我覺得是沒有吸引力 OK 因為這個模式 新北已經弄了大概四年了 四年了 我一定懂 OK 因為目前他們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每個縣市 它可以去找那個縣市政府 願意合作的時間 以後的示範計畫 那衛福服務 是用應該剛才的錢 我沒有進手的話 那就是去補助它的標準化規格 研究案 宣導推廣 大概就是類似全台灣每個縣市 一個小沙盒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去run 那目前的run 的結果 應該是會在明年的年底 會看得到 對 所以你如果去找 對 時間銀行多元賠儀推動計畫 它有一個很完整的計畫 氣場 所以如果你要的是說 我計算出 就是包含它的預計收益的factor 以及哪些服務項目 比較是台灣社會可以接受的 哪些大概就不太行等等 大概都是這個示範計畫結束 結案報告 大概就會有這個資訊 OK 所以反而 依我們知道 對 反而是等它那個結果 對 或者因為你每個縣市都有申請案 那他們的這個資訊系統建置 理論上也是 大概今年一到三月吧 就要做到一個程度 那所以 那因為你們是資訊系統上 所以就是說 對 所以你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助 現在這些示範者的忙 對 因為它最多也不過就那麼幾個 每個縣市只能一個最多 所以不會超過縣市數量 所以你去聯繫一下 那他們要是用不到說 沒有這個其實我們系統都寫好了 那你至少知道它用哪一套系統 那你到這個示範結束之後 你說不定可以用一些API 把它接起來 那如果它現在剛好有一些客製化的需求 那至少你測水溫嘛 這跟你的grinding是完全分開的 就等於接一個技術服務完這樣的狀態 對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了解 比你現在投入好了 對 對 是的 那是有的 我們本來想法是 你的眼睛比較大 那就是自己自己做 找一個區域 譬如說偏向 對 直接就投內進去做 對對對 那也可以 只是說它比較 你的論述等於就要全部自己開發 那現在衛服務有這個做法就是說 它讓論述先飛一會兒 那但是到最後 就有存活下來的論述 它就比較是全國性是可以使用的 對 OK 謝謝 謝謝 差不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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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